嗨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民国美银 可以说用一句话就让冰淇淋期待封神了 但是几乎所有的小伙伴们都没有注意到 我今天就来详细解读并推测一下冰淇淋八代的最终剧情 这是得从沙利文带走罗德说起 为什么沙利文会带走罗德呢 因为马德林想要对罗德不利 在罗德偷走的魔法书里面写的这样一句话 马德林一直想要把罗德变成女孩子 就这么一句话解释了罗德为什么要逃离马德林 要知道这段伏笔剧情是在几年前埋下的 我一直以来都对这个矛盾点耿耿于怀 但是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马德林想要复活的是他的女儿 而不是罗德这个替代比 罗德出生之后呢 他并没有放弃 而是变得歇斯底里伤心迷光 从罗德的回忆当中可以知道 马德林的转变是循循渐进的 这给了罗德逃离的机会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马德林在给罗德写信的时候 就是这么一个不断变坏的过程 当然这是事后分析的 但不得不承认 K社的这个伏笔埋的是真神 马德林现在追到了冰淇淋工厂 不管他是放下了职电 还是想继续他的计划 罗德都不会与马德林有良好的交流 所以小杰四个人被困在调度室里面 马德林的出现反而是他们的转机 不是说马德林会帮助他们 而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马德林对罗德的威胁性肯定更大 小杰他们正好可以借机离开 至于冰淇淋8的最终结局会是怎样呢 大家可以猜一下 马德林和罗德都属于精神上有问题的坏人 即使回关仿造也不能将他们洗牌 两个人最有应得才是最好的结局 那么怎么才能让他们最有应得呢 马德林的魔法书就是关键 罗德和马德林都是心怀鬼胎的 他们肯定会继续做实验 搗蛋是想着他们的强项 替换一下云材料 让罗德和马德林的实验失败 不就正好让他们最有应得了吗 小伙伴们你们认为呢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